高雄警方日前在凤山区破获了改枪工厂 并且搜出了制毒工具 原来主贤蔡信男子平时有枪自重 由于行事作风很低调 远景经过了长时间的搜阵 眼看时机成熟 也强力地逮捕主贤以及共犯 而另外在新兴区 警方也大阵仗包围讨债扼煞 及时阻止冲突发生 眼看闲伴轿车缓缓停靠 警用真防车上前围堵 远景一涌而上 拔枪高奔被喝斥 特勤小组也全部武装 加入围捕行列 高雄警方日前在凤山区破获改枪工厂 还搜出制毒工具 原来主贤蔡信男子平时涌枪自重 由于行事作风低调谨慎 远景经过长时间搜阵 眼看时机成熟 也强力逮捕主贤以及两名共犯 全案共查获改造枪支五支 改造长枪一支 然后毒品咖啡包分装工具 部罚集团遭瓦解 而另外在新兴区 警方也大阵仗包围嫌犯 远景拔枪赫斥 要车上的扼煞全都下车配合 只见这群扼煞被远景查获刀屑 还不断狡辩 原来这群扼煞准备 迟谢前往讨债 据了解理性嫌犯跟谢姓男子 双方相约商讨四千元债务 眼看嫌犯落来一伙人 就怕遭到攻击 男子这才报警求助 在盘查的过程中发现 后行李箱有西瓜刀 后座收出电击棒及手铐 即使阻止冲突发生 警方强力执法就要遏止步伐 借由高雄这么的 明镜需要多数字幕 您的频道